大家好,我是輸入你的頻道 這一系列將會來介紹戰役各種兵團的歷史 話不多說,這一次要講的是榆林票祈寅 榆林票祈寅是戰役中的一支重騎兵單位 其歷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國的騎兵文化 榆林票祈寅作為中國軍隊的一支重要騎兵部隊 曾經在多次戰爭中立下了汗馬功勞 下面我們來更加詳細的介紹一下榆林票祈寅的歷史 榆林票祈寅是明朝的一支金瑞軍隊 也被稱為榆林軍,成立於明朝鴻五年間 他的名稱源於他的駐地榆林 位於今天的陝西省榆林寺 票祈是中國古代的一個稱謂 意為驅辭即行的騎兵 明朝建立後,逃往北方邊塞以外的北援仍不時騷擾 嚴重威脅明朝的統治 明太祖朱元璋未鞏固北部邊防 呂次派將北征又以沿邊設陣派兵駐守 所以在北方設立了九邊重陣 出色遼東,宣府,大同,岩隋四陣 季勝寧下,甘肃,季州三陣,右色三溪,固元兩陣 1.讓我們的榆林在哪裡?別擔心,還沒講完 明朝成化之後,岩隋總兵駐紮的改到榆林位 就是我們榆林票祈寅名稱的來源 在武器裝備方面,榆票祈寅以騎兵為主 主要武器是長槍、短刀和弓箭 並且裝備有鐵甲、盔甲和馬鞍等防禦裝備 以提高士兵的防禦能力 這支軍隊在明初的戰爭中表現優異 其主要任務是守護邊境 防禦蒙古和西北各族的入侵 尤其是在對抗北緣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岩隆票祈寅的主要任務是保護邊疆和防禦蒙古人的入侵 因此,它是一支強大的騎兵部隊 裝備優良、訓練有素 總的來說,岩隆票祈寅的武功還優異表現為明朝贏得了不少勝利 使其成為明朝軍隊中最重要的精銳部隊之一 在明朝滅亡後,岩隆票祈寅也隨之消失 但其優秀的傳統和戰鬥精神依然被後人所傳承 成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軍事精銳部隊之一 最後,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兵團介紹 請在下方按讚,留言讓我知道 我們下次見